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到日本三首线最近最新开设了高轮gateway 里头有各种机器人取代站内人员 而且还有无人便利商店哟 真的吗?这样感觉很方便耶 一定有很多铁道迷前来朝圣吧 对啊!也因为这样原本有人类负责的工作 像是打扫或是游客导览都敢由机器人带饶 而且靠着他们四处巡逻 让站员也能及时协助有需要的旅客 这样应该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吧 希望有一天我能亲自去体验呢 对啊!而且高轮gateway 还请到了知名建筑师威延武来草道设计 将日式木造建筑与未来感十足的玻璃帷幕完美结合 听说超级美的 现在就让我们借由这只新闻来学一些英文单字吧 第一个单字是 未来感 Futuristic 未来感 Futuristic Major car manufacturers are pursuing more futuristic cars 各大车厂正在追求有未来感的车子 Major car manufacturers are pursuing more futuristic cars 第二个单字 巡逻 Petro 警察在管制区域巡逻并没有发现嫌疑犯 第3个单字 机器人 Robot 机器人 Robot Robots that have emotions still remain in cartoons 现实世界中的机器人还没有情绪 只能在动画里实现 Robots that have emotions still remain in cartoons 那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的单字吧 未来感 Futuristic 未来感 Futuristic 巡逻 Petro 巡逻 Petro 机器人 Robot 机器人 Robot 今天新闻英文就到这边结束咯 你们都学会了吗 那也别忘了 下次再和我们一起听新闻 学英文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